大家好我是Liu 今天要來看中國團隊對上歐洲聯盟 中國團隊裡面出現了個半圖 這個胖圖是這個MPL MPL居然在出現在中國團隊裡面 這樣比較應該相當有趣 好那我們就先來介紹雙方的文明吧 先來看一下義大利人 義大利人的話在團戰來說 是有這個免費的傭兵 可以給隊友使用的 那傭兵的話也不用升級 基本上一出場 第四代馬上就可以使用 而且跑的速度很快 對火器有額外傷害 所以如果你的隊友裡面有 瑪麗或是緬甸之類的文明 都可以讓這個傭兵再更上一層了 因為瑪麗的話可以增加遠方 負兵的遠方 那緬甸的話是增加負兵的攻擊力 剛好這裡對手 隊友裡面已經有一個緬甸人 可能是有講好的 像義大利人之前我也是很推 就是因為大部分 15%以上的場次 馬國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那你玩義大利人的話 有這個寶兵 勒納 奴手 通常可以對遊俠或是駱駝 單位造成一個很有效的Counter 這個克制效果是非常強大的 所以如果你會玩義大利人的話 基本上你應該是有1500分以上的人 那義大利人的話 打法還算是比較偏向保守一點 就是他經濟不會太好 但是他的單位來說會比較強 所以如果你有把這個配置練好的話 基本上你就是一個半高手 好 接下來看一下這個隊友 這是MBL 達魯P2 達魯P2這次改版呢 有新增一個效果 就是工程器製造所單位 木材減免的這個效果 讓他打直層生頭戰術 也是有一定的殺傷力之外呢 每升級時代手還會給200木頭 所以讓他在層出真打生頭戰術的時候 壓力也相對小一點 而且更容易成型 那達魯P2的話 這個邊劍兵跟無資剛科技 又可以無視對方的裝甲 進行傷害 這也是相當關鍵的一個打法 那他的後期打法 也是偏向這個相弓打法 配上自己的步兵路線 會比較適合達魯P2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紫色 紫色這個文明是緬甸 緬甸有免費的伐木技術 而且封建是在開始 步兵攻擊力會多加一攻 那後期還是要打這個大象 配上自己的廢鏢騎兵才是關鍵 神寶石大概趕快農出他的寶兵飛鏢騎兵 是一個重點 而且這個飛鏢騎兵 甚至我是覺得比西班牙政府整還要強 因為他的攻擊速度比西整還要強 而且他的飛鏢騎兵還容易打完 一打完很容易會看起來像擴散傷害一樣的效果 所以緬甸龍我覺得是團戰之鬼 好 接下來看一下綠色 綠色是薩拉森人 薩拉森人的話這次改版其實沒有改動太多 那薩拉森人的話他的特色是 工兵對建築物會造成額外傷害 所以他在前期的封建啊城堡 破門而入的時候非常強勢 很容易就射破這些木牆或死牆 直接去裡面塗個一層 但是他由於經濟不太好 基本上是零經濟加成的文明 所以他在前期還是會很容易輸給對方工兵數量 這個部分可能就是要搭配內甲去做溝通跟處理會比較好 那後期呢可以考慮打這個菜刀 就是我們出場的這個奴隸兵 那奴隸兵在團戰來說其實也是很少盡喔 除非真的是貿易跑起來 然後真的是黃金多到不知道該怎麼化的時候 才會去打這個奴隸兵喔 不然他也容易被這個強弩啊 或是被一些騎士遊俠硬上或駱駝硬砍 還是很容易被收掉 因為菜刀攻擊速度並不快 好 那除此之外呢 薩拉森人還有這個血量最多的駱駝 駱駝血量高達170滴喔 那192游侠跟170滴的游侠大概差了22滴喔 其實也差一些血量 那駱駝血量可以到這麼多的話 也只有薩拉森可以做到 好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下一個玩命是中國 那這邊是由這個GANJI 這也是超級頂尖的玩家 那中國呢本來在改版前喔 是說要變成兩人口 開局多兩村 結果改版後還是變三村 跟原本一樣完全沒有改動 那中國這個文明的話算是全人型文明喔 所以本身也不太弱 所以其實也沒什麼好講 後期就是打這個中國聯儒加總統衝車 然後各種能怎麼打就怎麼打 重裝騎士急兵 想怎麼打就怎麼打 中國就是這麼舒服的文明 好 接下來看一下這個紅色伊索碧亞人 伊索碧亞人之前我們團戰也有介紹過 他是團戰非常強勢的一個文明 不只是可以打這個駱駝之外 弓兵射速也是最快的 而且後期還有這個扭力彈射器 可以讓火炮傷害喔 非常可觀喔 變成擴散傷害的感覺 那個弱點真的是很可怕 所以這個伊索碧亞後期 是跟布希米亞一樣的存在 接下來看一下這個 灰色是寶加利亞人 寶加利亞人的話最大特色是銀雷建築物 那個銀雷的話只需要半價的城堡支援 但殺害跟城堡差不多 但血爛也跟城堡是一半的 那這個銀雷呢可以是 銀雷的話是可以產生寶加利亞騎兵的喔 那寶加利亞騎兵也是很難產 很難解乾淨的一個騎兵單位 這裡該不會再殺一村了吧 這個塔套 哇靠直接收兩村是什麼鬼 喔是三村啊 這怎麼還有一個屍體啊 哈哈哈哈 哇這個EMA003 這位中國玩家直接被塗爛啦 村民直接 好 掉到剩了三村 還沒點空間時代 好慘好慘 那寶加利亞騎兵後期還可以點下馬凳技術喔 自己肉馬騎士寶加利亞騎兵喔 都可以吃得到這個馬凳的33%攻速加成喔 那後期的話也可以考慮打個馬攻加大型衝車做一個處理 因為他的兵工廠跟這個工程器製造所的食物消耗量是減半的喔 所以他判科技判的速度是蠻快的 好接下來看一下黃色viper viper是選擇馬來人的 馬來人在阿拉伯的經濟其實沒有很好 但是馬來人在阿拉伯的勝率也是不錯的 這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升時代速度是非常快的 省下來的時間點喔 就可以容易打出這個經濟科技追上啊 或者是直接打出一個速地打法 甚至還可以用這個便宜的大象啊 或者是劍兵有事喔 免金這個雙手劍兵才對喔 不是劍兵有事 打到後期的話 垃圾兵大戰喔 這個馬來人也不會太弱 後期又有強奴 大象便宜的大象 我覺得打法來說的話 在阿拉伯也不會說太弱 真的是這樣子 因為之前有看到討論去的人在說 馬來是不是在阿拉伯很弱 那我覺得是還好啦 但我覺得強弱這個感覺 其實是因人而異啦 邊界你們看一些頂尖職業選手 玩了一些文明 勝率很高 其他人玩起來就剛剛擠不賽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因人而異居度喔 所以沒有所謂的真的強或弱 就是有沒有適合自己打 當然有些文明的話 明顯是勝率就是很差 那就另當別論 但馬來就不是那種明顯勝率會很低的文明 只是有點因人而異啦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這場比賽吧 這裡目前也有打鬥 有些人說明顯是太弱了 明顯是VIPER內加 VIPER是外加 外加是右隊上VIPER 哇這有點精彩 那VIPER這邊沒有打算打個強攻路線 只有出了少量的工兵之後 就把自己家裡稍微圍的差不多 後面沒有圍而已 然後工兵守在家裡 好準備要來升到這個城堡石菜 那MBL這邊是雙下雙射箭場嗎 喔對 通常團戰都是要打雙射箭場的 但是他這個內夾打工兵只是因為自己是打裸皮圖 右其實也可以打工兵開局 但是他沒有想要打工兵可能是有先溝通好 那這邊的話則是由右去打這個赤猴 那內夾是由MBL來負責 MIP這坨工兵直接被右跟MBL包夾 感覺尷尬這一波下水餃沒了 後面米亥隨即趕到來支援 但是自己的工兵已經損失了非常大半 所以再繼續打下去有點危險 這邊要繼續打嗎 其實米亥可以考慮回頭打喔 但是對方是高地這邊有點在思考 想要等更多兵 好果然要打了嗎 直接先上高地 高地之後開扁沒錯 好 那這邊的MIP繼續秀對方的工兵 想讓對方繼續miss 然後這邊直接下高地 下高地就會直接被痛擊 因為刺猴高打第三非常的高 直接打了逆轉 哇 本來55開 現在變成MIP這邊贏啦 對啊想說米亥這個兵力應該其實打得贏 他剛剛在等後面一隻刺猴過來 然後在後面繞背直接上高地 這個細節處理相當的好 接下來看一下上方開戰 上方開戰是由 這個Gazi Ga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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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不太會念腦號 請給我日文發音拜託 好 塔套這邊也是一手B那家打工兵 外家是打 馬舊 這個馬舊刺猴 薩爾森這邊是沒有打工兵的 可能他也知道薩爾森要跟對方打工兵 出量上很容易輸對手 打這個長槍兵 不是長槍兵 這個毛兵的話其實更適合一點 直接把對方的工兵給鎖死喔 但是相對來說 對方對付刺猴來說就會很困難 就會變成這樣子 如果你出工兵的話 你還可以反擊刺猴 出毛病的話其實就很困難 基本上怎麼打都是一滴血 出了幾隻工兵來補下傷害 但是兩隻刺猴還是可以優先打掉工兵的喔 這裡沒有按槍兵嗎 哇沒有按槍兵 然後這裡就要再死 好 但至少收掉了一隻刺猴 其實還能接受 好這邊高打第一 應該是可以承受住這個傷害 好沒問題 第一先上到城堡時代的是這個EMA 那由於我們剛剛說 我們緬甸人最關鍵的單位 就是這個飛鏢起兵喔 所以他這邊速速執層 雖然執層前被殺了山村 但是這根城堡蓋下去之後 這個飛鏢起兵一出來 戰局就會完全改變了 好接下來來看一下BIPER 加上米號的這邊進攻 好加利亞人加上馬來人的前壓 其實下壓力來說是蠻大的 而且BIPER這邊可以快速生時代的關係喔 所以還要注意一下 有沒有這個偷經濟的一個問題 看起來BIPER是有偷經濟的喔 你看這工兵數量很明顯 BIPER只有四隻工兵 阿對手怎麼一大坨MBL MBL的打法比較像是我的打法 就是很傳統的 就是工兵國就要雙射箭場多出一點工兵 不斷工 那BIPER這邊應該是有偷偷斷工兵喔 不斷工兵應該數量不應該這麼少 只有十四隻的數量非常少 那他這邊應該是要趕快升到城堡時代喔 果然已經點下城堡時代了 那達羅P圖這邊則是 也點了 達羅P圖他有這個經濟加強 所以時間上來說應該是比BIPER還快的 但BIPER剛剛是有捨棄一些軍事的關係喔 那有比較狂農 所以數量上可能會稍微有點危險 所以這裡也沒有繼續進口 好這兩邊都在等這個 城堡時代 差不多點一下一級絕金跟一級農 然後城堡時代剩下36秒 城堡時代的優勢就是在這裡 馬來這邊城堡時代速度超快 這邊奴賓一好就會死傷慘重 好這裡沒有先集火一直有點可惜 所有的村民直接跑掉 這邊再聚集一波 但是也沒有想要走遠的意思 這邊是希望BIPER趕快走開喔 要是他可以繼續挖木頭 工兵過來 但是BIPER已經點下了奴賓三級 還有二級射 MBL三級還有二十秒一段時間 現在BIPER再給對手壓力 所以工兵一直往後走 然後一升這個奴賓一好 馬上打出這個科技優勢 MBL也不是傻子喔 現在踩身到城堡時代奴賓二級射 先點下 全軍往後撤 沒有要打的意思 義大利人右 這邊出了兩隻騎士想要來防守 這邊直接回頭射一下 這邊回頭射 MISS MISS 沒有斷到血 Y Y浪 好幾Y 來 後面補下了一個TC 這個TC能蓋起來嗎 有點危險 直接選擇撤退 不應該 這邊垃圾的奴賓怪防守 還和這邊打得非常的極限喔 原來這裡隨時都有可能會被包掉 但是其實迷害的石頭夠多 可以稍微擋住對方騎士喔 然後對方騎士再多個4隻左右 就可以考慮直接硬上了 因為這邊離 右他們這邊的補兵點是比較近的 這邊但是有高地優勢 MIP優先射掉對方的弓兵 騎士想要吸箭矢傷害 但吸不到太多 所以MIP還是擊殺掉了非常多的奴兵 好 稍微看一下上方 OK 飛鏢騎兵直接出來了 5隻 然後直接打破門 就要來直接燒到中國這邊 但中國這邊也是在瘋狂在瘋狂騷擾 兩邊都在互相傷害 但是飛鏢騎兵到勝率還是要撤退一下 有點麻煩 看小MIP上面這裡有要繼續打嗎 直接往上走 直接要把緬甸給打死啊 緬甸這邊5隻飛鏢騎兵直接被逼走了 沒有想要繼續打 MIP的弓兵直接往上 北上北伐 但是這邊有城堡 這邊不太適合禁用 可能要打破木槍直接吃箭矢傷害 這個是箭塔 不是耶 喔 這個是死槍而已 殺身開始轉出弓兵 按到血液補下 後面的大軍也在跟過來 MBL也在追逐 看一下MIP的兵在哪裡 好 這邊義大利 直接騎士開扁 數量有6隻騎士 跟我想的一樣 6隻騎士然後再搭配其他隊友 直接硬上一定沒有問題 MIP的兵全部倒下 但是米亥這邊騎兵可以順利逃走 這一波送的有點水餃 MBL這邊工兵也北上到了這個地方 人家打完會戰你才敢到 這裡可能要直接去打上方了吧 直接去攻擊中國這裡了 打到這邊工兵加騎士有點危險 數量其實沒有很多 而且又在第一任的領地裡 這邊隨時都有可能被對手包夾起來 這邊稍微睡一下 稍微拉村 MBL工兵也過來了 哇 這裡也是怎樣 顏色有點 有點多啊 這邊直接使用飛鏢騎兵 上前硬丟飛鏢 飛鏢騎兵傷害非常強 你看直接倒一片 哇 哇 工兵直接被飛鏢給射爛 太狂了飛鏢騎兵 好 匯普成軍了 什麼 嘎緊 嘎緊他還在努力想要抵抗 但數量上不太多還是應該會出事 好 那米亥這邊直接來拖打一下 綠色這邊 殺身這邊直接燒了一點燒了 但是目前是由這個MBL 由歐洲聯盟這邊拿下了一點優勢 臭名術稍微多了一點點 好 那白鵬第二坨兵也沒有出門了 也是在家裡防守 那白鵬應該是想要先升一下死袋吧 或是先弄 3T是先運轉好 再決定要不要繼續打工兵 但我覺得繼續打工兵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最近人家MBL也是打工兵 繼續打工兵馬來也有強奴 問題不大 好 BB GO 阿威 哇他叫他GO GO哪裡 等一下你MBL還在跟BB講話 阿你家 你外家的又已經被硬騎上來了 你確定一下 MBL在控這坨兵 他叫他上阿 他叫他工兵趕快上 直接射那個TC阿 看後面這裡有兵在想要直接結 但是直接堵箭矢抖動 OK 看起來兩邊的一個意思有點不太相同 因為TC的射程是6射程 那強奴兵的話是7射程 所以是可以直接用這個 工兵喔 直接去射農田或TC是沒有問題的 好這邊直接射一下 射一下 騎士數量有點多 這可以秀完嗎 射一下 先把殘血的射掉 但這裡不敢繼續打 工兵直接被追著跑 好這裡回頭看一下 背標騎兵直接硬打VIPER的工兵術 工兵直接倒得非常快 32隻 每被丟一下都少個5隻起跳 哇靠 直接一坨卡在這裡死光 這就是團戰之鬼 飛鏢騎兵 想怎麼打贏團戰 就是怎麼打贏團戰 太誇張了 好餓好餓 好那目前變成 MBL他們變得有優勢囉 中國團隊加MBL 現在開始有點反擊的味道了 好那這坨MBL的工兵直接被包獎 然後方 他往騎士過來了 好來看一下白河這邊大戰 白河這邊大戰 公兵齊出量很少 冤第一波 公兵已經被飛鏢騎兵處理掉 這棟城堡能蓋得起來 還剩兩個人在蓋 這樣還要再投資更多村民區蓋 其實可以的 但是會有點風險 願意大義人 用的村民 有點多啊 喔不是村民 其實要點多 所以這邊村民不敢出來打 這個應該 剛剛應該應該是有機會 但是要還要再更早一點 好白河直接被殺到農田區 這邊可能要稍微圍一下 哇緬甸加上 右 兩個人直接連軍 把白河打到潰不成軍 那隊友迷害還在後方 在重新集結第二波的攻勢 這邊偷六的一村過來硬蓋 這根城堡 好白河這邊應該是有機會的 85 86 84 但是 唉 這邊 十槍直接被打破 哇很可惜 這邊一村再出來 再蓋一下 但是 好像 好像有點危險 這邊再出來 再收 MIPER在盡可能秀 村民 家裡目前看起來 還是要稍微收一下村 下方 騎士也是一直瘋狂燒了 好這裡村民可以硬蓋了 終於就還是可以把這個城堡蓋好 但MIPER僅僅已經受到明顯的傷害了 好 剛剛迷害 受到非常多傷害 目前塔套 用自己大量的弓兵去嘗試 跟對方的飛鏢騎兵換 那這裡有個細節 他使用閃陣 閃陣雖然可以稍微躲一下 飛鏢騎兵 但也不是完全能躲掉 而且每動一次又會聚集在一起 反而會讓飛鏢騎兵 打到更多的單位傷害 這就是我們說的團戰之鬼的威力 唉 太猛了我們飛鏢騎兵 以前我們打團戰都有一個 名詞喔 就是 學緬甸人的 在團戰選緬甸到底是多想贏 我們以前打團戰有這個講法 學緬甸基本上很難說 你就算選什麼西班牙政府者 也很容易打輸緬甸人 而且緬甸人還可以直接單TC 單出飛鏢騎兵跟對手換 慢慢打出優勢之後再轉出3TC就好 就像這樣子 PC慢慢開 那 飛鏢騎兵數量多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不然是打騎士工兵都有一定的傷害 這邊高地奴兵其實打到的東西還蠻多的喔 這邊要盡可能的把這個飛鏢騎兵換掉 好 這邊打得非常混亂 開招加米漢 聯軍直接把對手橘色MBL的兵全部收掉 只剩下少量的飛鏢騎兵逃離戰場 好麥克爾這邊直接重建城市 後方我大推右的騎士想要重面繞背 但這邊聰明可能會有點危險 要跑了嗎 要跑要跑要跑 他過來了他過來了 快跑啊 15村 直接先行逃跑 結果中國這邊直接個絕地大反殺 出了非常多的衝車 直接要來抵難這些城堡 哇這個城堡一拿下 看起來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這個在補一棟城堡我就知道 哇 直接插爛你的 箭矢 這個射箭場 中國這邊直接絕地大反推 比比薩拉森變成一打一的局面 其實打得有點痛苦 因為薩拉森經濟不是很好 所以現在數量兵單位可能會有點輸 好那麥克爾這邊有點危險 原來目前MBL展出了相公 相公數量已經來到滿可貫數量18隻 那麥克爾這邊還在農 沒有再去出兵 這邊補兩個市集是什麼意思 要來跑短貿易嗎 好配標騎兵繼續往後走 好配標騎兵繼續往後走 後方有個大圖的 舊的騎士直接串到迷害家裡 但這邊沒有把這個洞補起來 還是跑到TC裡 這邊收村稍微射一下 這邊再補一下 但這裡好像有洞 但這邊直接掉頭就走 這邊繼續跑 也沒有要繼續打的意思 這邊再圍一下 好 最後這邊直接騎士繞迷宮 飛標騎兵直接過來拯救一下隊友 殺生可能這一撮會被 會被集火掉 但是飛標騎兵回來了 這就沒什麼問題了 飛標騎兵直接扭轉戰場 這邊又要高打力嗎 還是繼續跑 繼續跑 但是MBL的相公已經準備好 要來推 Viper 那Viper已經點到帝王時代 上方已經有火炮準備好 這邊開個擊炮 米亥看到對方相公加騎士 Viper應該知道 欸原來上面有大軍啊 這邊有一個右的城堡 以為大家打正面 就是從上面來 火炮 火炮直接引推城堡 這個城堡應該很快就倒了 Viper這邊強弩兵化學還沒有好 決定麻煩 強弩也很難打贏這個相公 阿神這邊努力防守 衝城應該能解掉這一波 感覺有點太硬要衝撞這個城堡了 這個對方城堡守得還不錯 直接用衝命拿拳套直接扁掉 看一下Viper這邊的防守能守住嗎 看起來是沒辦法 火炮依舊可以把這個城堡點掉 OK騎士上來硬拆 兩台劇情投司機也沒了 Viper這邊步步為營 隨時隨地都有可能直接倒掉 米亥這邊才剛點下帝王時代 對方又騎士已經出到重裝騎士 但自己還沒有 這邊還是要爭取一點時間 要趕快先跑 但是對方火炮數量這麼多的情況下 其實不太好解 很快Viper架就沒有了 等他點完重裝騎士 但是Viper應該就倒了 所以米亥這邊可能要適時的去打一下 不然這個硬打 我硬打不行了 但硬打也是打輸 太慘 Viper跟米亥只能撤退 MBL果然使出了相公戰術 達羅拼圖相公攻擊速度很快的 好 看來直接全軍撤退 Viper直接被都更 上方這邊都更也失敗 兩台軍一頭是基地加村民 直接扁這個做城堡 看起來沒了 Viper這邊應該是要倒了 這一波又跟MBL打得非常漂亮 哇 這還是精銳相公 Viper直接大搬家 但村民術還保留蠻多的 還有92村 那待會就要來看 這位米亥喔 我們一打二喔 用自己的馬盾技術 加上重裝騎士喔 好 這根城堡修一下 Viper幫隊友最後一根的防禦喔 用非常多的時候直接開始修理 MBL直接吃城堡傷害走路過去 好 但米亥的騎士數量還是有點少 這是屬隻 生這種騎兵 完蛋城堡一倒 Viper的村民又要被幼的騎士給追上啦 好 薩拉生再來決定大反攻 中國這邊由於打這個衝車戰術的關係 地龍時代現在才點 好 那這邊直接進來 後面插一個陰雷想再度防守 但後面的火炮也是逼了過來 八台火炮直接集火炸掉了一些 騎士 團戰之鬼緬甸 再度來到了下方戰場 中間的塔套這邊也是推進來了 超級大衝車也補下 中間這邊要想要中間突破 好 這個緬甸人 但看來緬甸人倒之前 MIPER跟米亥就要先倒下了 好 這邊果然打出了GG 恭喜中國團隊加上MBL獲得了勝利 哇 這個打的佐史有點漂亮 沒想到 MIPER直接被幼打爆 跟MBL MBL這個波斬兵轉的也是非常OK 火炮加上宮崎兵 然後義大利也打中裝騎士 也不用打這個熱奈亞奴手 直接騎士爆炎死對手 那中間這邊塔套其實也是蠻亮眼的 但是他的一個問題是 隊友沒辦法撐那麼久 而且他出的都是毛兵 也不是攻兵喔 所以這個毛兵也吃不到攻速加成 那也沒那麼多黃金吧 自己有點慘 那上方這兩個就打來打去 中國推一波 推不去 城堡時代 直接落後人家帝王時代 人家電王時代直接反推回來 然後上面也爆炸 所以最後也有只有可能是塔套 推完一波 然後打出GG吧 可能策略上不夠明確喔 就是不確定到底要怎麼打會比較好 其實 達羅批圖這邊直接全出強弩 然後去幫viper的話 可能還有機會可以繼續打下去喔 那可能 沒有也沒有看到 NBL藏那一坨橡弓 直接被擊垮 還有那些火炮 我覺得NBL剛剛蠻心機的喔 就躲在那邊 讓viper很晚才發現喔 好 那經濟部分是 迷害這邊食物 然後最多 伊索比亞這邊是木頭 經濟來說其實沒有什麼太大差異 團戰來說就是這樣子喔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要請記得按摩 幫我按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